我們現在腦袋都是 要想哪一個門市的麥當勞 我們要去發100個大麥克給大家 中了第一個獎所以要發100個大麥克 我們之前有說 對 然後我們現在還有兩個獎 還沒有揭曉 是 這個 現在有300個大麥克的預備 但是已經確定有100個 確定有100個 確定有100個 對對對 好棒喔 很謝謝我們的家人 而且特別是謝謝謙哥他們家 開了夏威夷汽車旅館 可以讓我們可以在那邊錄音 對 因為這張專輯 其實是在這個汽車旅館裡面錄製的 對 沒錯沒錯 欣哥講一下好了 那他家的汽車旅館 對 還在營業 哈哈哈哈 還在營業 還在營業 我贏大家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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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是哪一個房型的 在哪一間裡面錄製的呢 最大間那一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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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在汽車旅館裡面錄製 跟你們以往不太一樣 因為以往上一張 我記得是在民宿裡面 對不對 那個隔音啊整個感覺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呈現 對 有什麼要特別需要克服的地方呢 其實原本希望就是 很多很厲害的樂團 都有在可能做車庫錄音 然後我們只是從這個地方做發想 想要在很不一樣的環境裡面 然後有很多的不確定因素 但是我們就想要把它突破 對 然後在裡面找各種不同的聲響 那時候錄音的時候 還有錄到那個垃圾車經過 然後聲音全部都要停下來 然後就等 我覺得這種感覺 然後在那樣的環境跟氛圍裡面 是一個不放鬆 但是又很嚴謹的一個狀態 有好多挑戰喔 對對對 但是我們對這件事情 其實都非常喜歡 包含在演唱會 包含在做這些歌 我們都會想辦法走出自己的路 是 然後對於音樂這件事情 我們在用我們自己的方式 要做出能夠更特殊更特別的 那一個給觀眾的感受 我們一直在這樣子的突破 好 這剛才讓大家可以有 第100個大麥克故事 大麥克 是 對不對 是因為幼稻天赫 要不要聊一下這首歌呢 拿下了這個最佳年度歌曲獎 這首歌是寫給你在晚上工作的人 那當然那個時候 雲安想要寫的時候 想說那我們先寫歌給我們 送給自己好了 因為我們也是早出晚歸的狀態 然後因為我們都通勤 我們到現在真的還在通勤 就是宜蘭台北這樣 我們真的 等一下得獎完就是回宜蘭 就是回家 對 跟大家家人分享就是喜悅 真的真的 棒棒棒 辛苦了 因為又到天黑這首歌 其實那個時候雲安寫出來的時候 我就想到我妹妹 因為我妹妹是護理師 也是一個夜間工作 對 然後護理師需要排班 所以有的時候就會有什麼晚班 跟大夜班 然後那個時候就 她跟我說姊姊這首歌 我想到我工作的時候 我就說這首歌 我很開心你這麼說 因為這首歌就是寫給所有 認真工作的人 讓大家就覺得沒關係 大家 每個人都很認真在生活 那當然我們也都陪伴著彼此 即便我們不認識彼此 但我們都知道那個感覺是什麼 所以就是 We will be fine 是 尤其是在這個當下對不對 是非常棒的一個陪伴的作品 拿下了年度歌曲 謝謝 謝謝 今年這個入圍了四個獎項 最想拿的是 年度歌曲 我真的很想拿年度歌曲 我真的很想拿年度歌曲 因為這個有一個特別的意義對不對 那是肯定我們當時的所有狀態 跟整個工作團隊都很努力 因為在一個不是錄音室的地方 要打造一間錄音室 是一件蠻困難的事情之外 是 不容易 然後這個歌 那個時候是選歌會吧 就是我們開第三張專輯選歌會的時候 前兩天我寫出來的 就是那個感覺就是 這個專輯炒了一首歌 然後就一直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寫一個這樣的歌曲 就是 因為這其實還要追溯到 我有一次問全青 他說 我說你討厭一天中的哪一個時刻 他最討厭黃昏 為什麼呢 我最喜歡黃昏很美呢 就是 就是要結束了 然後那個時候是 日轉夜的那個瞬間 對 就會覺得好像有一點點失落 因為白天太陽 大家都很有招式 可是當要變成傍晚的時候 你得獨自和自己一個人相處 所以你得學著在黑夜裡面就是 跟著自己相處 對相處過生活 然後找什麼就是在黑夜裡面滑 對 所以最後裡面那個 他漸漸的那個裡面的他 都是女生的他 是 就是以他為一個模擺 你是在告白嗎 不是不是 這是一個努力的歌 對 而且然後他的故事原型 也是那個 我們家附近的超商的店員 他常常就是跟我們見面 他上大夜班 然後我們回去買一些豆漿的時候 會碰到他 其實真的有非常多夜間工作者 其實我們也都是 是 沒錯 我們今天應該也要到這邊 到門外 責任制 責任制到底了 對 好不過還是再次恭喜囉 謝謝GG 謝謝大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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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